接著我們要上的事有關於一些折射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海市聖樓 你看到一個所謂的 有人說是幻覺 其實不是幻覺 除非你已經在沙漠被曬到頭昏了 產生幻覺 否則在沙漠所謂的海市聖樓是 遠處你看到的綠洲 是綠洲的光 經過一些折射 彎彎彎彎彎彎彎到你的眼睛 你會認為光會走 直線你就會以為前面有綠洲 可是它綠洲就會在哪邊 所以往那邊倒住你就找不到 叫做海市聖樓 光折射過來的結果 星光閃爍 星星會一直閃爍 就是因為它的空氣 空氣會先擾動 所以一下子折左邊 要折右邊 所以你看起來 星光都會一閃一閃的樣子 那請讓你說老師 那月亮的光 然後不然會不會偏偏偏偏偏 但是呢 它比較多 所以你把它當出來 所以它我要教的 筷子水擦之後 看起來會偏彎 那我會講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一些很熱的天堂上 在永遠的摩油路上 改正會有一攤水 就是因為它的 受熱 然後呢 腱子的密度不同 光線散掉折射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下雨灘是什麼樣子 好 我們要講的是筷子折射的 筷子折射的現象 好 這個筷子斜插入水中 上面是空氣 下面是水 一個光照過來 然後折射 折射光應該怎麼樣 空氣是光速比較快 所以要偏離髮線 好 另外一條光折射過來 也一樣偏離髮線 然後這兩條光 進到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認為光走直線 就延伸過來 他就會認為 那個點在這裡 所以你看起來筷子就變成這個樣子 要筷子折彎 斜插入水中 看起來筷子就變成像 本來是這個青色的 就變成在上面青色 比較暈的黃色 看起來有折斷的樣子 如果那個尖端的是一條魚 那本來是在橘色位置 現在是在黃色的位置 這又是考試又考你的 有激烈的魚夫 在站在水上面要往下插魚的時候 他會瞄哪邊 瞄準下面 後面一點點 因為激的位置不在你看到的地方 另外一個指望就是說 如果這個肩肩的地方是池底 如果這個肩肩的地方是池底 真正的池底是在這裡 可是你看起來會在哪裡 看起來會在上面 實際的位置看起來會怎麼樣 比較近一點 軟一點 所以呢 水深會看起來會比實際的淺 這個我小時候上過當 陽明山那個游泳池 我在游泳池 我很小的時候我在去游泳 門沒有開被關在外面看 往裡面看 哇 那個小孩池的水 都跟洗腳水一樣啊 熱一點點 那個大人池的 為什麼我還很小 小池而已 而且我剛剛因為我都很小 他的大人池 那個水深差不多那裡還可以有 因為想要這個就只有泡腳而已啊 不行 所以呢 所以我門開了就進去換衣服 換衣服就直接 衝到那裡 直接跳下去 突然又踩不到底 往下沉 會不會這樣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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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長大的才知道 因為從上面往水裡面看 水深會變得比較淺 所以要去泡腳 所以要去泡腳持續 應該比較適合我 來 加個硬幣 上面那個硬幣 放在碗裡面 你看不見 只看一點點 然後呢 你要不要動完 也不要動你的眼睛的位置 開始往裡面加加加加 加到最後你就看到了 上面那個只看一點點 現在完全看到了 請問你為什麼會這樣 請問你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勒 停車站接問 為何會如此 37 有嗎 37號 有37嗎 15 15 為什麼 好簡單的回答 因為摺射 反射光是更偏離法線的 更彎過來的 所以你就有機會看得到 好 有機會看得到 所以因為摺射的關係 反射光摺射 然後呢 會偏摺起來 所以你就有機會看到 因為摺射的現象 的關係 OK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下一個 這就是學 這就是考試 喜歡考的 就考摺射定律 考摺射定律 考什麼呢 就考那個 角度如果比較大 光速就會比較快 當然有些會考慮 要再把劑的兩次 畫圖畫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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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 剩下應該 那還會有誰呢 停掉 水中的速度呢 比光在水中的速度 比在空氣的速度小 我們要你被真空 大於空氣 大於水 大於玻璃 所以根據摺射定律呢 他的 摺射光 摺射角比較大 所以要偏離法線 所以看起來就只有B 所以答案就選B了 那個A是垂直入射 我們講過垂直入射 沒有折射現象 沒有 就直接出去了 所以A是不對 C的沒有折射 C的沒有折射 OK 可以嗎 可以 619 也是一樣 一條入射光 4個折射光 問你誰是對的 要遵守折射定律 入射線 折射線跟髮線在同一個皮靈 入射線折射線在髮線的兩側 還有角度如果比較大的 就代表光速比較快 那我要你背 真空大於水大於空氣大於玻璃 停車站接問 29 29號 哪一個 你選誰 選B要 B要 他不會是假 他在同一側是錯的 然後呢答案呢也不會是柄 因為柄呢叫做沒有折射 垂直才沒有折射 然後呢他空氣到水中光速變慢 所以折射角變小要偏向髮線 所以答案就懸疑 這個跟剛才意思一樣 只是剛才是同一個戒指 要換4個戒指 從一個水中滲入A B C 四種不同的戒指 問你他在哪一個戒指的光速的最慢 那還是回到我們的折射定律 就是角度如果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就會越快 角度如果越小 那把光速都要越慢 啊現在我挑最慢的 這我要挑誰啊 挑那個角度最小的 最小是誰 A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A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換你們練習史 這也是另外一種 一個圖裡面就考三個戒指 夾A B D 也是一樣 根據他的角度的大小 來知道他光速的快慢 所以其實你還是性 甲大於大於柄 還是比大於大於假 還是怎麼樣 還是性 仍然是用我們折射定律的第二點 角度如果比較大的 就代表光速比較快 好 請問你哪一個 6號 6號 哪一個 角度如果越大就代表光速就會越快 越小就越慢 你選C嗎 你選C嗎 因為那個丙的角度最大 然後椅的角度最小 所以答案是 丙大於假大於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很好 謝謝 課堂練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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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